人情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开兴随身描连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描迪胜 无上圣圣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 一京大学玄师同修代表 今天是庚子年4月4日 两件大事产生了第三件大事 第一 早上晨时 我们枫园教室升格为枫园道场 有原品法师 把地区转法轮 所以升格为枫园道场 为什么要升格为枫园道场 原来教室就好好的 为什么要升格为道场 道场 教室是居物定所 道场是天地定位 在地球世界上 在地球世界上 某一个点 所以为道场 不是只有人在上课 而是有灵魂界 三界万灵 该地区的枫园市主灵 各位有缘的人 这一个冤心在主 藉由道场的因缘 可以在道场里面 安心地修行 回顾三年前 原品法师 突然肚子脏起来 肝硬化 肝病 四次求医 第一 他的结果 还是继续的账 碰到 就减变了 他回来求助老祖师尊 老祖才告诉他 你要超度 第一 你过去生无量贼来的列祖 列宗朱祖灵 第二 超度你 无量贼来 他的 冤心在主 第三 超度你在修行过程中 原来在天地教 在不同 和教文 在那边修行 打坐 弹坐 而劫下的 很多灵魂界 空界的 护法神将 这三个原因 造成 灵魂界 无处可去 而且跟他有缘 他们就在树下 结影 杂影 那么 人的身体 可以 记住 干 就是木 干木 就会集结在 干 的部位 我们的干 表面看起来只有一个小小 事实上 那有无限宽广的空间 所以 三界万灵 各位的祖灵 天心在主 没有地方 回归 极乐 净土 而是自信 活净土 所以就 杂在 人的身上 一天 一天的 杂影 所以 我们 公钥 有五贏 金木 水火土 五方 的灵魂界 聚集 之所 就是五贏 所以在本位 新圣教 水路法会 有一个 坛 这个坛 这个坛 俗话说 就是 七个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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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水陸法會所受的寒陰手 也是要送經也是要供養 我們在水陸法會所受的寒陰手 也是要送經也是要供養 尤其我們支援長在各地各縣市 你們的住家附近 你們沾掛用意沾掛 瞻當地的平安如何 若是掛上出現了白虎洞 表示當地常常有雪光 而鬼洞到處不平安 兄弟姚仲 那五屬男女孤魂 游走當地很多 雪乳星洞 常常有查拉圈 朱蟹洞 正義呢 那地方激全不靈 成熟洞 有很多的陰神 陰靈 在當地 游走 這個都是我們用意 黃燦老族把疫經 轉化為人性化 神格化 鬼道化 等等的縣市報 所以我才說 水陸法會 你所一定要設 我才鼓勵 我們的支會長 你們呢 要用意超渡 用意來算 占卜 若是有以上所說的 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 報名到的 維新聖教功德基金會 我們 技術總會 或是 監活室 事務部 來報名 這是你們的慈悲 我們不收錢 只要社會 平安 何學 那我們大家都賺到了 所以 宗教的修行法 不可思議 宗教的修行 好 不是一般人 所說的 只有拜拜 只有拜拜 還不夠 所以 我們必須要 用意 利人 和利天 聽到嗎 有 那 好了 這一次的庚子連 世界性的天文 在 今年庚子連 1月13日 開始升壇 把 在 三十六天之內 要送 四百八十萬部的 歸古先師天德經 經保來供養 把老祖 開示我們 把你這樣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絕對會圓滿 在仙福寺 天壇 每天早上一到早 七點升壇 我一定到 在仙福寺 天壇 來祭天 來超渡 天溫 煞筍 而且 最不可思議的 剛才圓毅法師 跟你們說的 報告的 就是一顆 金龍珠 這個太極金丹石 這一個石呢 石頭 就是三寶寺 金龍穴 他的豬 在千萬年前 就一直轉 繞 這個球在 游走虛空 垮界 結果 掉到 我們 南投市 八卦山 義經大學 我以前社交總壇 八卦天心 妙蓮池 的正中央 深度八米四處 挖出來了之後 原來我看了這個石頭 是很漂亮 就放在天壇 放了好多年 等到今年的1月13日 深潭 武漢肺炎 來勢洶洶 我們很煩惱 老子 要壓制 這個天溫 這個煞神 溫神 我們 只有 這一顆 金丹 金丹 使 龍珠 才能夠 壓住 這個溫神 台灣 才能平安 所以我把他請出來 在天壇 在天壇 天壇 我們在祭壇 祈福 三十三天王 聖坐 二十八天王 四為天 光輝王 做錢 這顆石頭 這個寶石 就 開始發生 他的功德力了啦 原來我們也都不了解 他到底 這裡面藏著什麼玄機 老子開市 這一顆豬 有一天 時間到了 要還三寶寺 這個金龍 在 而且在四月四號 要安 這個金龍 這個豬 保豬 的時候 這個 四月四號 的今天呢 天壇 煞神 就會平息了 所以剛才 我也請 律法師 問他 今天 有多少 例的 問了結果 查了結果 零確診 台灣平安 不可思議 在 兩個月前 腦子就開市了 要等待 時間到 把這個 金龍豬 回歸 物歸 原祖 回歸 三寶寺 蓋著 廟宗廟 在三月十九日 廟宗廟 在動工 在 打開 三寶火 坐下 然後呢 要蓋一個 存 用石頭刻的 廟宗廟 然後 來供養 這顆 金龍 寶珠 的時候 今天 就會 平息了 當時我也跟你們 原宗院長 還有我們好多同修 在天壇 也都說了 說今天 會零確診 從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去領悟到 宗教的修行力量 不可思議啊 宗教修行的功德天 不可思議 加上 人為的努力 政府的努力 所以 在三月十九的時候 動工三天 金龍珠 要歸還 這三天 零確診 過來 雖然只有 一二十例 這個確診 這個是從外面 進口 用船運回來的 那不是台灣 裡面的 產品 產物 那這幾天來 大家都很緊張 我也很緊張 我怕說 我講的話 天意 殘疾 會破洞 結果 會破洞 結果 有沒有破洞 所以 各位同兄 中 我一直要求 各位大家 送經 送經 這個功德天 不是一般 環乎可以了解 不是一般學術界 不是一般學術界 在那邊 在那邊 做的 談天收地 半天 的 口夢 紅灰 就可以解除 所以必須要 有實質的修行 只要我們每個人 心有愛 大公無私的祈禱 的時候 絕對會滿怨的 終於今天 四月四 龍臺 四月四 也是 文殊麗菩薩 聖誕 活誕日 好啦 所以 今天 我們 楓嚴道場 落成了 三寶寺 廟宗廟 落成了 這個 溫神 今天能 零確診 這個是修行的功德力 各位同學們 你們 你們都是 台灣 平安 守護神 所以我 做了 一萬多個 徽章 徽章 送給各位 在差不多半個月 全部都好了 每一位我都送 一個徽章 給各位做紀念 台灣平安 守護神 這個就是 因果律 有前因 就必定有後果 後果的圓滿 必須要有前因的善業 善念 善心 慈悲心的修行 我們委員 今天開始 台灣的 天文 用息 天災 用息啊 這是 三世因果 所以我們 不要以為 三世因果 是虛無條渺 三世因果 時時刻刻 圍繞在我們的念頭 圍繞在我們的心 眾善因 得善果 眾惡因 得惡果 那麼今天 開始 我相信 台灣 平安 會更加的平安 這是我們大家的功德天 我代表王宣老祖 向各位致意 大家一起來努力 接下去 我們要祈禱的 就是世界 現在有一百 九十五個國家 有離難的 這麼多的災難 台灣平安為基礎 世界就和平 所以各位同學們 大家繼續公眾天頭經 會不會 我們來回向 地球 所有的天溫 都能夠湧息啊 階級是修行的 功德天 這個也是三世因果律的 最上聖 你們 農 和賞 若是我們沒有那個心 得到月報 是難免 有那個心 有那個愛 會得到善報 這個是我們 我們所期盼的 委員各位同修 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聖教一經大學 所以我先知同修代表 我們繼續來 禪解佛所說的三世因果 佛所說的 呂抱不爽 是真實的 那麼我們世間人 所寫的語言 據說 那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們 與各位共修 我們都要來禪解佛所說的 所以開經濟 就無上甚深微妙華 百千萬節難遭遇 我今見聞多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這其實是佛所說的 真理 你啊 那麼我們現在要來 與各位 再來研究 探討 殘劫 佛所三世因果經 今生駝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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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駝� 在仙火寺有一次有一個阿婆提著籃子 很誠心的提著水果和餅乾 來到仙火寺老祖聖像前 會在那邊一直跟老祖講話 講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還講不完 拜好了他就回去了 昨天我們一位師兄他說 這個阿婆怎麼那麼沒有水準 穿著清清菜菜 換一個蚵仔 裡面裝水果餅乾來拜老祖 會在那邊前面一直講一直講 你不要笑人家 你要護英國 所以第二次再來 我看到他們在那裡 我就進去大殿背後聽他再怎麼講 他在祈禱的大功無私的祈禱 說他的兒子在總統府什麼科當科長 請老祖保佑他有智慧 能為台灣人民來做好事 非常見搞定 再犯了一些兒子 後來她的兒子 再來他的兒子 也在某某高中當校長 請老祖保佑他兒子 也在某某高中當校長 求老祖保佑他兒子 在台北某一家大公司當總經理 他的業務是做整個世界的企業 希望老子保佑他的女兒頭腦很清醒 能夠做更好的生意讓台灣會賺錢 他一直練結果他生了五個兒子三個女兒 所以他祷告完畢了要兩個小時 我在旁邊站著我很感動 這個阿婆你看不上眼 結果生了五個孩子三個女兒 都教育得那麼有成就 而且他到幸福寺來拜拜 他是自己坐著車子做公車公路局 到我們福貴攀司所那裡停下來 自己慢慢走慢慢走來拜老祖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阿婆他的慈悲 他教職他的用心 他不顧自己的形象 一心一意祈禱的佛 祈禱的老祖 能夠保佑他 讓孩子能為社會做更多的好事 所以這阿婆 我佛長問他三拜禮 阿婆接受我跟妳三個禮 把這阿婆跳到旁邊去 手腳那麼靈活 阿婆妳在膝蓋以後 早上我說要去做精采 要洗衣服 要娶娶 你七八十歲了還是這麼健康 在這來生一定會做事件 投胎為大貴人 曾經有一位我們的信徒 他來問事 他問我說 老師阿 我哪裏就問故意 投胎下來 我說我投胎這樣妳去找 滾在洗衣服 你一定有哪裡有錯 錯誤了 那時候我再想說阿 我三四英國精 拿出來唸給他聽 拿出來唸給他聽 所以妳有守護神 護法神 妳的守護神 護法神 指導神 完全借助 也希望借妳的拜佛 能夠解怨世絕 帶著妳的主靈守護神 一起拜佛 所以這位菩薩哭了 他說老師阿 請妳原諒我 我過去 我過去看了這些拜佛的人 我都笑他們 笑他們 笑他們說那裡沒有水準 笑他們說 不懂的拜佛 你不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你只要眼睛手看到了 妳跟他笑 我告訴妳 會栽在妳身上來 所以菩薩哭了 跪下來在老祖前面 一直跪著拜 一直跪著拜 一直懺悔 我告訴妳 她不對 她要改正 可惜太晚了 已經 江族性脊椎炎已經固定了 再懺悔 再換妳自己拜佛懺悔 這也是有意 停止下來 不要再彎下來 不然的話 就一直 脫背下來 所以我們跨人 我們就可以了解 《三世英國經》 我們有誠 我們就了解 他就是笑他們拜佛 所以各位同修 我們要讚嘆人家拜佛 不要笑人家拜佛 讚嘆人家的慈悲心 不要笑人家 用妳的想法來做評斷 所以這個 我們讀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了解人的因果律了啦 前次笑了拜佛 我們笑人 這四人會穩固 妳現在會笑人拜佛 如果她後 妳也有機會做穩固 那穩固很辛苦 她正在心中 要穿不起來 不然 滴滴沒力了 噢 噢 今生 缺手 我會合暈 這四人 開腳 開手 欠手 欠手 是為什麼原因呢 前世都是造業人 正四人都是造業 我們人兩支手 是來做成功力度的 結果這兩支手拿來造業 派人 怕人 秋人 用我們寫 寫字 這個 亂投書 亂告人 這個 一定有因果的 所以兩支手 我們是要用來生 讓眾生 充滿的生命活力的 和希望的手 不是用手來投書 亂說 寫字 寫文章 漫天的 來造謠 生是非 這種的人 來生出事 一定會欠腳欠手 尤其是欠手 不就手 開手去 那麼 你看到這個情形 你可以告訴他 說佛 說的三四因果經 你今天 這個手不方便 會這樣呢 都是有因果的 全身造了很多的惡業 很多的惡業一造而出來 而這一生 你 所以 看到 你可以告訴他 相信佛 相信佛 好 那麼 有時候 那我已經 缺手了 那怎麼辦 那就懺悔嘛 有時 就是要多念經 念佛 來求著來生 一個平安 那 活著的話 月報 一直顯現 月曆 一直牽絆 任你 再怎麼樣的醫學 也沒有辦法 來解決 你的煩惱啊 啊 所以 我們 這就是三四因果 我佛所說的 那 那 各位同修 你們 用它 去 冷靜去思考 那 你們在親一個朋友 啊 還是我們家的人 有人 啊 手 可以手 啊 還是手 啊 沒有手 啊 這呢 都是由英國 啊 啊 英國一旦發生 啊 這夜報 啊 一定 會 相當的 惡報 這就是英國的 綠 英國綠的問題 啊 這聲 缺腳 這聲 缺腳 為何音呢 啊 他腳 出事出來 他沒有腳 還是一腳 倒下海 還是那些 為何音呢 啊 前生 那裡 啊 啊 南路 打劫人 啊 南這個路 打劫人 在 啊 三億的地方 風原過去 啊 後裏 這道三億的地方 一個山形 這個山形呢 啊 就像 那個 一隻老虎 啊 以前 啊 這個山谷 啊 這是一隻狗 現在要很清楚啊 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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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是 大 大賈西 風原來的一隻狗山 前裏 那太狗 一隻狗 那一隻狗 那一隻狗 和一隻狗 那一隻狗 和一隻狗 一隻狗 那一隻狗 烏龜就把牛牵走了 抓去杀 半路都是在難路打劫人 當時我在學習風水學 我也跟著邱老先生帶我去看這個形狀 邱老先生說 欸 丁 你看 這很好的頭 高的頭 這算了算了算了 就像高的形狀 這人很壞 經過這個地方很壞 這是疫情 後來到了秩序時代 日本人在管理台灣的時候 他最討厭人家半路攔劫 所以那裡的人 就被日本人 日本官兵 警察抓去毒打 有的打死了 所以直到現在來才算平靜了啦 南路打劫人 南路打劫人 這都會有因果 那麼這一生下來 有的人出生出來沒有多久 是從不可以打勺 開始兩隻腳就無力動動他 Ummle 十八腳 做得很多 看著 很可憐 我们可怜的不是他现在身体上的缺陷可怜 而是他中了前世的恶因 不了解前世恶因来做反省 做忏悔 才有现世这一次的夜暴 恶暴 苦暴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在这当下我们就不要再患了 难路抢劫 即使看了有人不幸缺脚 这个是必有因果 我们鼓励他要做反省 忏悔多恋佛 多拜佛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天文永熙 我鼓励我们所有维心闲事同修 大家呢 都练经 生意不好 不能工作 那你就赶快种福田 赶快念经 求得来生的平安 求得今后整个人生会改变 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人 无上的心法 妙法 人既然有现世报的问题 那我们同修我们怎么办 我们绝对不能笑人家 而是要同情 关怀 可怜 然后要了解因果月报 那我们也要好好的 依法来修行 依照奉行 否则的话 我们也会患同样的烦恼 好 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些患恼 有病的人 他们视线三世因果 视线佛所说的 三世因果业报 三世因果经 按下有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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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 牛马 为何云 今生 是这样做武 做要是三万云 做苦力 也是做牛马 为何云 前世 欠债 不还人 好 今生 人 欠借 不行人 好 那么 我们在第二届 同修上课的时候 我 请我们岳潘老师 台北 印尼的数学专家 所以我们这一生 欠债 五万块钱 五块钱 五百年后 付利 累积起来 有多少呢 结果算出来 两亿五千多万 所以要做牛 做马来行 我才当我想到 我还在重置测量 在雾峰的地方 有一天 傍晚这个时间 刚好一位先生 他问我说 他家里一只牛 就是他的亲戚 当时这样亲戚借两万块钱 把他钱还给他的亲戚 所以这个收据没有还给他 要跟他拿收据 结果他的亲戚耍赖 说没有还 所以这一位先生 又去借钱来还 那又下了一个诅咒 说若是 欠钱你有还给我 我耍赖的话 我死了 做牛 做马 也要来还债给你 果然在两年后的一天 这一位林先生 他养了一只母牛 刚好傍晚 这个时候 五点多 生了这只母牛 生了母牛 那个星期就死掉了 同时死掉了 就是那一只灵魂 马上投胎来 这一只小牛 所以这一只小牛呢 长得很快 每天呢 他就去借钱 看这个耕田 来还这个债 所以 而且很紧紧 拖累的 来还债 中午也不休息 差一点把林先生也偷还 所以这个 他讲这个故事 给我听 哎哟 都是三次因果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要小心 不要随便去换 这因果的问题 一换上因果律 礼报 会不爽的啦 所以三次因果经 是一个上盛的新法 我愿意各位同学们 大家了解三次因果的夜报 用这个来劝善 劝势 你的功德无量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这边 继续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口级